除旧不新 迎新年大部分人都是打扫自己的家里头 很少会打扫社区的环境 而这一项的复原村水板协会 这几天就由协会干部 志工还有社区水巡队 他们不仅清扫街区 也重新清理铁道公园里头的生态池 还有社区周边的水镇沟 清除了近百公斤的垃圾 社区和水巡队也期盼大家可以发挥公德心 共同来维护社区的环境清洁 常年任养复原车站铁道公园的 复原社区发展协会年节前夕 志工与协会干部砍草清理公园花草树木 也下水清除生态池的扶贫杂草 让铁道公园重现自然美貌 看了令人心神舒畅 另外协会干部志工以及社区水巡队 一行人除旧不新的足迹 也从社区街区一路清扫到 环绕社区的新权浚沟 80岁的陈方子跟着大伙儿 人手一只扒子 夹子以及鱼网 在水浚沟旁捞垃圾 他自嘲说别人捞鱼 我们捞垃圾 期盼大家多发挥公德心 维护珍贵的水资源 短短百公尺的水浚沟就清除了近百公尺的乱涩 令水巡队志工感到通心 你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啊 还是说成年人 随便这样一丢 结果是我们一个很年长的一个志工 来帮我们去做这个后面的维护 其实我们真的蛮通心的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玉梅 与干部志工以及水巡队 这一两天 进行了全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大扫除 维护社区环境整洁 也让返乡游子能够过个干净清洁的年 也特别宣告乡亲民众请自重 别再乱丢垃圾污染破坏环境 我们是复原社区水环进行守队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维护 那个河川的环境 我们平常在做巡检 那上次我们巡检就发现 新泉菌的上菌 有非常多的垃圾卡在那个树藤里面 所以今天就是趁过年前 然后赶快找志工来 赶快把那个垃圾清干净 不然那些宝特瓶会流向大海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社区巡守队的工作 那就是希望维护水资源的环境 那也希望这边周边的住户 不要再把垃圾丢到水沟里了 不然我们要开始检举 要让你们罚钱了 真的请大家一起维护我们河川的干净 迎接新年的到来 家家户户出旧步兴 瑞穗山复原社区发展协会带领干部 志工以及全县唯一的社区水巡队 晚起衣袖全面清理社区聚落各个公共场域 让大家今年都能过个干净 卫生无污染的年 记者是预兰瑞穗采访报道